给这个杯子拍一组照片 从前面拍照片是这样的 从右面拍照片是这样的 从上面拍照片又变成了这样 对比照片不难发现 从不同的角度观察 杯子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再试着把从前面拍到的照片 画成平面图形 只要画出轮廓就可以 杯子的上面和下面都是水平的 分别用一条线段来表示 左右两边都是垂直的 也要用线段来表示 这样画出来的就是一个长方形 再加上杯坝 从前面观察的平面图形就搞定了 前的对面是后 那从后面观察的平面图形 会是啥样呢 把它画出来 很容易发现与前面的形状是一样的 但是左右相反 总结一下 在多角度观察时 画出的平面图形 对面的形状一样 但左右相反 刚才的例子比较简单 但有些问题就会比较难 容易出错 比如这个图形从前面看 会是什么样子呢 从前面看就只能看到前面的面了 上面一层可以看到一个正方形 下面一层可以看到一个长方形 那组成的平面图形就是这样 还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 想一想 从前面看可以想象一只大手 从前面把它拍扁 这样就得到了你想要的平面图形了 超简单吧 给这个方法起个名字 就叫拍扁法 用拍扁法试试从右边观察会是什么样呢 那就从右边把它拍扁 拍扁后就是上面一个正方形 下面一个正方形 所组成的图形 最后从上面观察试试 只要从上面把它拍扁 就会得到想要的这个平面图形了 以上就是从多角度观察立体图形 当你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立体图形时 所观察到的图形可能是不一样的 但相对的两个面形状一定相同 只是左右相反 另外利用拍扁法 你还可以轻松的想明白从不同角度观察时 看到的图形会是什么样子 还不赶快利用拍扁法做题拿金币去